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 下類各無窮極數中 何則收斂 首先 這個是一個無窮等比極數 不過他的公比是負1啦 我們曉得無窮等比極數 這個公比的絕對值一定要小於1才行 所以這是發算的 這是一個正當極數 好 那這個公比是6分之π π是3.1多嘛 所以6分之π是小於1 絕對值小於1 所以這個是收斂的 無窮等比極數收斂的 這個公比的話是等於九分之五 這怎麼看 這個的話 5的二次方可以提出來 5的二次方 乘以3的乎5次方 3的乎5次方 分母的話就變成3的5次方 那是個碼 n等於1到5強大 然後3的乎5是9 那麼3的平方是9 所以這有9分之5 n 這也是一個無窮等比極數 公比呢 它是小1的 所以這也是收斂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收斂的 這個就是等於 這是7的五次方 提出來 7的五次方分之1 7分之2 等於1次方 公比的絕對只小1 所以這是收斂的 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常務數類 常務數類的話你可以把它看等比數類 只是說它的公比等於1 要小1的話它才收斂 等於1不收斂 所以收斂的有幾個呢? 有VCD 所以這題答案是VCD